晚餐時間帶您來看到喜歡吃麻辣鍋 今天聽到這樣的消息可能會非常震驚 我們看你看到呢 這個頂王麻辣鍋湯底被爆料 並不是Tandem 怎麼回事呢 來持續看到被爆料是用什麼來做成的 我們可以看到是味精加大骨粉 等十多種的粉末來做成了湯底 不過集團執行長陳世民 他大動作來澄清 他認為會有這樣的爆料呢 是有人計畫抹黑 開放了工廠來讓媒體採訪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他自清了這個配方的部分 表示說呢 是用了豬油洋蔥加了中藥粉 還有豆瓣醬加上胡麻油 不過最後其實他也強調說呢 是的確有加了 這是雞湯塊 因此原本是強調天然的湯頭 的確是還放了雞湯塊 但是除了湯頭的部分 在食材的部分 其實也被爆料含有重金屬 湯底不但驗出有鋁 在這個丸子類呢驗出了重金屬 所以因此現在大家都在看 因為這個頂王的商譽 是受到了嚴重口減 現在吃的東西是百分之百天然嗎 你能做這樣的保證嗎 我保證我保證 真心不怕火鍊 可以到我們的屋長去看 他就是我們是炒醬 所有的麻辣火鍋 通通要經過這一道的工序 如果我有問題的話 那全套的麻辣火鍋 那是不是有這個問題的存在性 他是頂王的執行長陳世民 否認湯頭用大骨粉加味精 但到工廠一看 才知道是雞湯塊 您的麻辣醬到底是什麼原料 如果沒有大骨用的是什麼原料呢 好來 那個像豆瓣醬啦 酒釀啦 還有黑豆瓣醬啦 還有冰糖啦 還有那個花椒 根據投訴者拍攝的畫面 這家頂王位在高雄的配送廠 兩名工人手裡調配著用大骨粉以及味精 調出了麻辣湯頭 從高雄的調粉廠 送到了位在岡市的好神食品廠 經過了配送廠運送到全台的分店 投訴者更拿出了一張張所謂的檢驗證明 上頭寫了頂王湯頭 含有拱以及隔等重金屬 陳世民建招菜招意義的反駁 強調著烏日一家湯頭廠 配送到全國的分店 更全力反擊 懷疑整齊的爆料是被人恐嚇 勒索現在我們不方便講 我們不方便講 但是我們確實有抓到就是一部分 頂王強調湯頭是用熬醬熟成所致 針對不實的爆料 懷疑和去年10月股權爭議 以及恐嚇事件有關 而陳世民也提出了500萬懸賞 要找出幕後的藏經人 記者王毅超出寫名 S群小組台中報導